一个早上会见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在前往上海美国商会 布林肯访中形成满党 不过外界关注的还是前往北京会谈哪些重大议题 中国央视一连几天做专题探讨美中对话焦点 以台湾问题再交锋 台湾问题摊牌为标题 他说中美关系成功的标志之一 是能够管控台湾问题 美方的管控其实指的是美国一方面可以打台湾牌 而另外一方面的希望大陆方面来进行忍让 完美释出中方对于台湾问题不愿向美方让步的立场 美国之音报道不止台湾 举番俄罗斯伊朗等国际事务 中国都对协助美国兴趣缺缺 布林肯此行可能进一步凸显两国分歧 距离台湾520总统就职不到一个月 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布林肯将对中方强调美方对维护台海和平的持久关注 并呼吁各国在就职典礼前自我克制 不过如同布林肯强调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 美国高官一系列破冰之旅 专家普遍认为有望在中美之间起到缓和作用 尽管不能解决分歧至少尽可能坦率交流 避免让分歧升级成冲突